哈囉大家好我是YG 昨天我做了一個泰刀3.0的配裝 用的都是混裝來弄出我想要的技能 那其實這次除了混裝之外 3.0版本也有一個套裝 它有點東西 那就是天繪龍拳套 容器活化這個技能 所以今天就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關於容器活化的泰刀配裝 那為什麼昨天的3.0版本都沒有跟各位介紹 只要是因為我怕我影片時間太長 各位朋友們會吸收不了 所以我用分章節的方式來跟大家說明 那今天就是3.0泰刀配裝的天繪篇 那有興趣的朋友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在開始之前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個讚 訂閱分享小鈴鐺打開波羅卡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吧 Let's go 那首先跟各位介紹一下容器活化這個技能 我們直接看到Lv.5 在血量80%以下的時候 它會有1.1倍的攻擊力 那我們要的就是這個攻擊力 那個1.1倍相當於就是一個鐵蟲技強化的buff 除此之外還能把屬性耐性全部調到50 這代表不管你中了哪個屬性的攻擊 都不會有屬性異常 而且還能減傷 再加上這又是一個最高級的防具 即使你是新手也可以變得又硬又有傷害的泰刀俠 那接下來要來介紹配裝 配裝我一律都用全套天繪龍裝 泰刀我有3個配裝用霞龍泰刀 然後1個配裝用喉嚨泰刀 那一樣介紹套裝會測試傷害給大家看 那首先先介紹這個平命套裝 一樣我也是隨便挑了1顆有2個2級洞的護士 技能配出來會長這樣子 那降2就是讓霞龍泰刀上敗戰 彗星有霞龍泰自帶的15%加上弱特的50% 這樣會有65%的彗星 那這個一樣要去搭配戰鬥貓幫忙吹BUFF 才可以達到95%的彗星 那其中施力逃生和怨恨是裝備附帶的技能 那我會希望各位不要去指望這兩個技能 因為這兩個技能它不是常駐發動的 我認為他們就當個偶爾額外的bonus就好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把怨恨用珠子撐到5的原因 那珠子的部分放在這邊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第二套我做的是展位穩定型 優先配出利刃3再放輸出 護士的部分我是用收刀2加2個2級洞 但由於配裝上還是有困難 所以我還是犧牲掉了一個超會心 其他該有的都有 那一樣給大家參考一下珠子圖 那利刃我都是用珠子去換上去的 如果你喜歡達人翼或是鋼的研磨 那就直接換珠子就好了 那再來介紹第三套輸出型的 主要是我用的是收刀2兩個2級洞的護士 那配一配會多出兩個2級洞 那我的選擇是差挑戰者 原因是因為如果我差攻擊就只會增加6的面板 但如果是差挑戰者的話 可以在魔物生氣時增加8的面板 還可以多出5%的會心 雖然說是沒有很多 但這樣如果還打到弱點的話 會心就是70% 那加上戰鬥貓就可以打到百爆 那當然如果你的護士是神護士 像是我有砍過有人有收刀2加攻擊3加2級洞的護士 這樣就可以直接將多出來的洞放攻擊 可以有攻擊4 那這樣的話傷害應該就會很爆炸 那一樣珠子圖給大家做3套 那最後一套我還有做一個轟農太刀的 但取而代之用的技能是精神抖獸 因為轟農太刀他有-20的會心 加羅特就只有30%的會心 如果我都沒有消耗耐力的話 才有60%的會心 但大家要知道精神抖獸這技能本身就非常不穩定 所以這套的會心是非常不穩定的 即便他傷害再高 沒有觸發會心傷害還是很難看 那一樣這邊附上珠子圖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一樣來測試一下各個套裝的傷害 一樣我沒有吃貓飯和鬼人系列 也沒有帶水仇 血量處在低於80% 觸發容器火化 但沒有紅色 所以不觸發怨恨技能 以白斬分別測試兜割合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平民套裝的兜割 OK平民套的兜割打出來一下是213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聚合的傷害 1HIT是362 後面3HIT是230 那接下來來測試展位穩定型的配裝 先來測試兜割的傷害 兜割出來傷害是206 那再來看一下聚合的傷害 1HIT是349 3HIT是222 那接下來來測試第三套 霞龍太刀輸出型的兜割 OK兜割傷害是213 跟第一套一樣 那接下來來測試一下 聚合的傷害 1HIT是362 3HIT是230 各位可以發現其實都跟第一套平民套差不多 但因為訓練場沒有辦法演示出生氣的效果 所以到時候實戰的時候這套輸出會再高一點 那最後來測第四套 風龍太刀 那首先是兜割的傷害 OK兜割如果有貴心的話是237 那再來看聚合的傷害 1HIT是364 3HIT是232 稍微還要比霞龍太刀傷害再高一些 但是霞龍太刀到時候還有挑戰者的BUFF 傷害應該會差不多 OK那我們最後來做個總整理 基本上如果你是打團的話 我建議是用斬位穩定型的 如果像是TA的話或是單能打的話 我會傾向選擇用第三套 為什麼不選擇轟龍太刀 原因很簡單 他真的太不穩定了 我自己是習慣用翻滾去躲一些招式 還有相衝受傷也會去消耗到耐力 所以我真的是很不想去依賴精神抖頭這個技能 當然如果你操作非常熟練 可以幾乎不用消耗耐力的話 那這套你可以拿去用 那我昨天PO的3.0版本做比較 各位可以發現 不管是哪一項數據 不管是哪一項數據都比不過容器火化 那為什麼我還要推薦呢 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 這些混裝可以當一個過渡裝 天繪龍的HR是要100才可以打的 混裝可以讓你在刷到天繪龍裝備前 有一個過渡 那另一個方向是 雖然天繪拳套傷害高 防禦也夠硬 那還蠻適合新手的 但是要操作起來實際上是有一點難度的 因為它跟火場怪力這個技能是有點類似的 我們需要去刻意控制血量在80% 有時候需要故意被打 如果扣血扣太多 要控制好回血的量 所以我個人覺得玩這一套是需要練的 玩得好沒有魔物可以阻止 玩不好那等待你之後貓吹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次容器火化的配裝分享 個人覺得這應該是目前3.0版本最大的改變 那簡單來說昨天的3.0版本 PART1就是初階版本 那這個PART2就是進階版本 畢竟天繪龍也不是說多簡單 各位加油農裝升HR8 這個配裝應該大部分近戰武器都適用 那之後我也會嘗試用上面說的套裝 去挑戰天繪龍看看 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幫助到各位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將這部影片分享繼續並不要忘記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